最後一個是量體積 體積就是長度的三次方 單位長度、單位面積、單位體積 這是一個說法 就是以什麼什麼為單位的時候 什麼什麼什麼面積、什麼什麼什麼體積 OK 體積呢要注意 就是一公升就是一千毫升 我們講過中文的毫什麼意思啊 千分之一嘛 所以一公升就是幾毫升 一千毫升 另外請注意以下的名詞通通意思一樣 所謂的一毫升就是一cc 就是一公錯就是一立方公分 這些大小完全一樣 通通都一樣 通通都一樣 考試的時候體化課本比較少出現cc 有但是比較少 但是可能跟你講我有幾公錯 會跟你講說我有幾毫升 或者跟你講說我有幾立方公分 意思全部一樣 全部一樣 一毫升就是一cc 就是一公錯就是一立方公分 這些通通都一樣 一公升有一千毫升 一體的體積都用什麼來量就好 量筒嘛 對不對 它有一個重點 什麼重點 量筒的使用 量筒使用 我們講過什麼重點 目光要平視嘛 平視哪裡 凸起來看最高 要再看最低嘛 這個是我們昨天講過的重點 對不對 我們講過重點 就是你要會再去複習一下量筒的使用 這個是量一體的體積 如果是固體的體積一樣 如果是規則就有公式嘛 長方體 長身體關 身體高嘛 對不對 其實有些公式你好像沒有學過 我上次問學生 你知不知道球的功 他都不曉得 沒學過 沒學過 沒學過就算了 人家有學過就變一下 我知道 這是有公式的 規則是有公式可學的 那不規則呢 我們會用一個方法叫做投水把 投水把 丟到水裡面就叫投水把 然後他只能夠用在不溶於水 且不汗水作用的 通常你的參考書上只寫不溶於水 但是他要再加上一個不汗水作用 不溶於水 這個有人問過 就有人問過 那不溶於水 不汗水作用的東西 用投水把去量 那會溶怎麼辦 很不幸的 那我會有題目 我學聯考 會考 基測 以前基測學測 現在叫會考 考過一次 考過一次 會榮的要怎麼辦 會榮怎麼辦 會榮怎麼辦 好 待會兒會有一個 以前其實很少人考 但是因為會考都考過了 所以現在變成就會喜歡考那種 OK 那我會出現 不容易水不汗水作用 投水而丟到水裡去 抓一個水 五十毫升 把螺絲釘丟下去 變六十五毫升 所以螺絲釘多少 六十五減 五十 就是十五毫升 就這樣 兩個相減 要投水吧 比較簡單 比較簡單 好 那 然後 囉嗦 是像這種 這就是剛剛講過的 這個考試有考過的 沙子 沙耳都在這邊有空隙 就摳摳的量了 你量到其實是沙子嗎 不是 是沙子加上空隙 然後再把水灌下去 然後呢灌多少水 那量有多少 得多少 這裡寫一大堆數字 你也不要管它 考試的時候呢 你就把 東西寫下來 你就會了 比如說 剛開始量的是 水 加上沙子 對不起 沙子加上空隙 假設有一百毫升 然後呢 我又裝了水 取水呢 五十毫升 然後把水倒下去之後 有沒有空隙了 沒有了 就指下誰 水加上 沙子 水加上沙子 有一百二十毫升 那請問你 沙子有幾毫升 你看就知道怎麼做 就是水加沙減水嘛 對不對 一百二減五十嘛 對不對 你就知道一百二十減五十 就是七十是 沙子 還可以順問問你 那空隙多少 那沙加空隙是一百嘛 所以空隙多少 一百減七十嘛 一百減七十 一百減七十 一百減七十就叫做 三十嘛 這樣答案就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 你只要 把它寫下來 這是什麼東西 你一看就知道該怎麼算了 所以你也不用 這沒什麼公式要背 看就知道該怎麼算 有投水法 就是投水法 來 量我們的 我們的 體積 待會就會有一些 題目會出現 請問 有人 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